我們跟世界上國文明是可以對話的 讓我們了解慈然盆地 侏落季晚期的恐龍動物群面貌 因為它是孤品是絕品 童坐龍是帶有今代獨有特徵的 皇家御用的飾品 所以童坐龍尤其黑龍江阿城出土的這尊童坐龍 高是19.6厘米重是4.2斤 它叫雞、蛇、龍、獅、麒麟、犬等等 這些生物特徵於一身 它最大的特點就是坐姿 在中國的傳統龍的造型上 它是非常獨特的 現在我們黑龍江省博物館藏這個童坐龍 實際是孤品 童坐龍在今代的時候僅用了30多年 後來不用童坐龍 所以時間短 數量少 接近半個多世紀 從來沒有出國賭過第二名 所以它作為我們黑龍江省 歷史博物館的鎮館之寶 實至名歸 這個童坐龍的發現很有意思 但是公元1956年 就金上京西側有個培雞腿 培雞腿有個叫培山的村民 每年的秋季 村裡人都要到附近挖菜窖 而且大多都選擇了成江邊 成江根 所以培山也就到成江根去挖菜窖 挖著挖著突然就挖出一間 同志的同志坐龍 他也沒在意 把菜窖挖完了就拿家去了 割了六七年 他無意間就把這個童坐龍 放在窗外的窗台上 這時候就自然有風啊 風有大有小 所以推過童坐龍的時候 就產生一種聲音 這種聲音就是非常恐怖害怕 所以這個培山就感覺不行 我家不能再收這個東西了 於是就把它上交到縣的文化科 也就是文管部門吧 這個童坐龍就這樣 找到了歸宿 童坐龍的出現 證明了 白城就是歷史上的金上景 童坐龍印證了 是皇家御用的器物 所以說在我們黑龍江省 在阿城地區出現這個童坐龍 應該是意義非凡 有對金王朝 對龍文化 又有了一個新的認知 因為龍文化就是中華民族的形象和圖騰 所以龍文化也是金王朝 與中原文化融合在一起的 中華民族的一個象征 男生的簽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